好 大家好 又是焦點直播 逆龍之元機 這個節目在螢光幕 我們見到主角逆龍師傅 Hello 大家好 我們之前說過電話號碼 師傅也說 其實他絕招有幾手 今集 我們見到白板 其實師傅已經準備定 寫了 那些名字 即是我們今集 會講一講姓名學的 師傅 是的 的確的 這個話題是由我才帶起的 我經常都覺得 一講名字 就是說 陳大文通佳也是 這樣 那陳大文 如果這個香港 有好幾個人 或者好幾十個人 或者好幾百個人 都叫陳大文 那他們的運程 發生的事情 是不是都會一樣呢 嗯 這個問題問得好 因為其實我上一集 都講過了 其實我們人生 都是有好幾樣東西 去控制了 第一樣我們一出生的八字 是不是屬先天的 嗯 然後出生之後 第一樣東西 你擁有的 就是你的名字 嗯 所以這個名字 就是 對於一個人 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那究竟這個重要程度 有多少呢 那我自己覺得呢 其實足以是 即是加多很多個 的聲音 對你的命運 提升 嗯 好像剛剛你問陳大文 那樣 是 陳大文 其實香港應該都不多 可能 其實是 根本政府按這個名字 出來的 但是這個名字 很特別 原來陳大文 這個名字 的組合 大家可以看看 黑板 嗯 十七 十九 七 這個名字 就有兩顆星 我們一顆 就叫做奇法星 嗯 一顆叫追隨星 嗯 而今天呢 我重點要講的 就是這個 奇法星 嗯 但是 追隨星呢 其實很特別 在這個名字 嗯 知不知道奇法星有什麼特別 就是 我想像到的就是 他又很奇 然後又發達了 對 就是很特別的 不知道 模擬頭 就彈了出來的 不是啊 馬師傅 我真的是 對 會有這樣的情況 OK 其實最緊要這個名字 他是懂得舉一反三 嗯 其實這麼巧 政府就是 在做身份證啊 做什麼 舉例 他就舉這個名字出來 嗯 就舉了這個 舉一反三的例子出來 OK 所以是很神奇的 OK 而追隨星的意思是什麼呢 追隨星的意思呢 就是 這個人呢 要最好做一些大公司 嗯 大機構 追隨這個大公司去找食 嗯 沒有一些大公司 這麼巧就是政府 夠大陸 是 他就用這個名字 就是我們舉了例子 所以這個世界很有趣 萬物街有數 你想不到的 他都會存在在 OK 而這個名字來講 其實不差的 嗯 這個名字來講 我們叫做 入了一個貴格的名字 嗯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認識一些朋友 真的叫陳大文 嗯 如果認識到陳大文 他在香港呢 是會OK的 這個名字 OK 只限在香港 是 在其他地方不行的 OK 因為我們的姓名 都會根據地域 是有影響的 是 所以香港來講 剛剛配到這個名字 所以呢 香港的陳大文 是OK的 在大陸的陳大文 是不OK的 這樣啊 甚至台灣 台灣都應該都OK的 OK 但是譬如說 菲律賓啊 馬來西亞那些 就不OK的了 那就是 大家如果姓陳的人 特別是男士 是 你可以想像一下 將來真的生他兒子 幫他改名陳大文 陳大文 這個名字都OK的 至少不會靠海 是 OK 好啦 那 另一個名字 我們看到了 大家都一定很熟悉 這個 超人 首富 是吧 這個名字 我覺得 一定要拿出來講的 是 李嘉誠 他沒有什麼說 是一個很特別的名字 是吧 但是 為什麼他是做到首富 我們又不是呢 這樣 他名字有什麼特別 而可能原來配合了其他東西 令到他是首富呢 師傅 是 其實這個問題 我也解答過 朋友很多次 嗯 第一 他的八字裡面 一定是屬於較為有錢的人 是 但是同樣時間出身的人 他們未必有叫李嘉誠 嗯 所以說他們有同樣的八字 也未必有同樣的名字 有同樣的名字叫李嘉誠 他們也未必有同樣的八字 嗯 所以他兩樣都很好的話 結合出來呢 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是 另外還有 亦都是這個名字 有一個特別 又是在香港才會好的名字 OK 其實有很多名字都是這樣的 是 如果他在其他地方來說 其實是真的不行的 不行的意思是在於什麼呢 是因為這個名字的磁場影響 它配合了地域 OK 而一般人是不會知道這個秘密的 嗯 當然我們會知道 嗯 而李嘉誠的名字本身 也有很多好的特點在這裡 首先第一 他有一個我們叫權力星 是 即是說這個人呢 是掌權的人 嗯 他是做事呢 是很希望做到第一 做到領導人 嗯 可以帶著一班人去賺食 嗯 所以其實這個名字 本身就有這樣的潛質在這裡 嗯 另外還有 他有一個忙碌星 大家都知道了 他都90歲以上 嗯 嗯 才是剛剛退休了多久了 是呀 他也對呀 他說自己退休了 都不知道退休了 都不知道退休了 是 其實他一生都是 很熱衷這個工作 是 是 還有呢 其實這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知道觀眾有沒有這個35畫的名字 嗯 他有其中一個元素的 就是說這個元素呢 會懂得運用錢去投資再賺 OK 如果觀眾有這個數的話 那我就恭喜你了 起碼你會懂得投資的錢去再賺錢 是 但是整體來說 李嘉誠這個名字 是一定要在香港 嗯 如果不在香港的話 即是你小朋友出生 各樣東西 千萬不要改李嘉誠 OK 你不要打算他首富的名字這麼好 你就照改 在國外的李嘉誠是不行的 OK 那 師傅 其實我們眾所周知 是 李嘉誠 他懂不懂得投資 我們就 從一個客觀事實反映 就是他賺這麼多錢 他當然懂得投資 是嗎 但是其實他還有一件事 是很強的能力 就是他的 他的早著先機 嗯 這件事他是很強的 就是幾次大問題呢 他都可以預早知道的 是 預早 是 好像例如 近來 新聞已經說了 那個叫做 送中條例 其實很多外商 或者香港的商人 已經怕 喂 會不會隨時到我啊 這樣 然後有些新聞又翻炒了 原來 李嘉誠 就是說 李嘉誠 根本早著先機 一五年重組 是嗎 重組了公司 調債出去 其實已經根本 已經 已經 那樣 他的名字 又能否反映到 這件事呢 本身這個名字 有兩條數 這兩條數 是叫做 事業星 嗯 即是做生意 所以呢 其實這個名字 是做生意很厲害的 嗯 所以你說得對的 他可以早著先機 OK 快人一步 因為他名字 是有這條 是有這條數存在 嗯 那當然呢 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是 因為我們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去看的 是 只不過是 給觀眾大家都可以 了解一下 自己會不會有 這樣的名字啊 可不可以有這麼巧 可以 得到這麼好的生活 這樣 OK 師傅 那我又想再請教一下 是 你都知道 很多明星啊 都會改回藝名的 是嗎 是 有很多 甚至乎出名的明星 都有改藝名 至於是否因為藝名 就不知道 改藝名 就不會落他新聞證 但是是否也有用呢 這個 這個 改名是一定有用的 嗯 不需要一定去改身份證 哦 因為以前呢 即是我都以為要改身份證 是 但後來呢 其實我現在經過這麼多的 客人的 反饋回來 其實他很多是沒有改過身份證 是 但是他趕了名字出來給我聽 我就已經告訴他 他有什麼事 我有個客人改了三次的名字 每一次改我就說你是怎樣 第二次是怎樣 第三次是怎樣 這樣都還 是 他都會改身份證 所以證明是不需要改身份證 只要你改了名字 其實都會有力量 OK 只不過呢 力量是有多少呢 這個呢 出生的時候 那個名字 一定有力量存在 嗯 那你就算 改了身份證 之後的名字 又是有力量存在 你不改也有力量存在 新舊的名字 所有都有力量存在 OK 不會說你改了新名之後 舊名就沒有了 OK 不會的 OK 那 好了 講到藝名 我們下一集 師傅就會和我們探討 一個很出名的 藍藝人 或者大明星 劉德華的名字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 OK 我們熱烈點 等待 下一集 講劉德華的姓名 好 今集我們多謝易龍師傅 好 多謝 謝謝 前幾天 多謝 簡歡迎